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研读圣经 我特别问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是免费送给你的 记住小册子名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了 在过去的几次分享里头 我曾经跟你分享过 神如何的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 拯救并且赦免了世上的人 叫所有接受基督救恩的人 可以在灵病上得到释放 在生命里头有了永生的盼望 当我们在接受主基督的救恩之后 我们就已经得到了这份宝贝的救恩了 在主耶稣丰盛的恩典和祝福之下 神又已经将我们在活出成圣生命的道路上 所需要的一切力量和帮助也都赐给了我们 借着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神已经完全的将撒旦的势力粉碎了 那虽然因为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粉碎了撒旦的恶势力 但是撒旦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却是使尽了千方百计要迷惑人 他的手段可说是千方百计的 来攻击所有的信徒 就正如加拉太书的三章第一节所说的 圣经这样说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从加拉太教会的经历上 我们就知道撒旦的攻击是以迷惑的手段 迷惑的手段 教人看不清楚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 甚至引人走回过去的那种光景里头 想继续的以守律法的方式来迷惑我们 但是神早就已经将我们从这种挟制底下释放出来咯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做一个抉择 我们必须在主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和撒旦的诡计控制之中 选择我们所要跟从的方向 两个方向我们要选择 主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救恩 带给世人罪得赦免的大好消息 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里头 主更带给人一个完全得释放的盼望 那就是主基督耶稣的再来 主的再来 好我们先看一处经文 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四节 经文这么说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在这世上有两个属灵的势力的征战 这两个属灵的国度 一个是属神的 那一个是属神的 另外一个呢 是属撒旦的 透过十字架 我们已经有撒旦黑暗的国度被拯救出来 而进入了属神的光明的国度 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呢 只能够在这两个国度当中选择一个 再没有第三个选择了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三节那说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那所以 一个人必须属于主 要不就是与主做敌对的 那这么说来 一个人他可以很有效的将他所拥有的恩赐才干 好好地用在神的国度事工上 同时啊 他也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滥用他所拥有的才能才干 那么一个属于主的人呢 他的生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一个肯定的特性就是 一个属于主的人 他的生命因着主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而得到了释放 凡接受主的人 都因此而得到了释放 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被拯救出来 而进入了神光明的国度 同时啊 注意了 同时 我们也从现今这个湾区被谬的社会风气 这个里头啊 被拯救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从现今这个社会风范 或者说一些坏风气里头被释放出来呢 那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撒旦用尽了各种方式方法来迷惑人 遮盖人的眼目 现今神对付撒旦的作为就是将属神的人由撒旦的恶势力底下释放出来 这个释放不是将我们和现在的环境隔离开来 不是的 是什么呢 是借着神所资的力量和帮助 叫属神的儿女们能够在面对现今这个乖谬的世代的时候 有能力和有权柄 去拒绝撒旦的欺骗和诡计 真是要感谢神啊 虽然今天这个世代里头是这么邪恶的 撒旦就好像是为所欲为 但是这个世代是要过去的 撒旦的诡计至终会被拆穿的 撒旦的恶势力必然要受到神的公义的审判 然而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仍然有许多人不肯相信主再来的应许 彼得后书的三章三到七节 经文这么说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计窍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 计窍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主岁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他们故意忘记 从太古平神的命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 故此 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 直到不前进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这是一段很严重的警告啊 在上古的时期 神就曾经因为世人的罪恶深重而降下了大雨 灭尽了一切的生物 只留下一人 挪亚和他的家人 一共八个人 当年神是以雨水来惩罚这个世界的罪 在末世的时候 神将会用火来烧尽世上的罪恶 彼得后书的三章 彼得后书的三章第十节 圣经这么说 我们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尽前 窃窃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好了 我们从彼得的教训当中就知道 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 信徒在这个世上处世为人 就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了 不要让生活上的物质享受 和世上的那些名利地位 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因为这一切 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的 彼得是怎么样说的呢 彼得提醒信徒应该活出一个 敬虔圣洁的生命来 还有一颗迫切的盼望 仰望主再来的心 信徒怎么样活出一个 敬虔圣洁的生命来 主耶稣曾经只是跟从他的人 要尽心尽性尽力 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还有就是要爱人如己 那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因着神的恩典 成了属神的子民 我们也因此成了天上的国民 那既然是天上的国民了 就应当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 并且相信主的应许 主要再来 主要再来 不单单是相信 更要有一个期盼的心智 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带给了我们救恩 当他第二次显现 也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 他要完成神 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计划 神要赐下他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到那个时候 神要插去他的儿女的眼泪 到那个时候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也不再有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主再来的时候 他要审判世人的罪 他要将各样的冠冕赐给得胜的人 那一日将是一个何等喜乐的日子啊 这个世代不会长久了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就要结束了 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八节那说 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要知道 耶稣再来是肯定的事实啊 不过我们对十字架的态度 会决定我们对耶稣再来的态度的 我们会是很盼望耶稣再来 或者是很害怕和不愿意想这个事实呢 我们要知道 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再临 那是怜悯 他让人有时间悔改 接受福音啊 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节那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担言 其实不是担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你看啊 主很快就会再来的 我们也活在喜乐的盼望之中啊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十字架带来的另外一方面的释放了 那就是自我中心的释放 从自我中心这个捆锁当中释放出来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主要的经文 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 圣经这么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那你看看啊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你想想这是何等美好啊 在罗马书的六章六到七节 圣经又说 因为知道我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你看啊 这是一段描述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 一件大事 这是神的计划 救赎计划 不过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要使他跟我们个人要产生关系 我们悔改认罪 就可以得到这个果效了 我们的救人被定 那是普遍的一个真理 但是我要提醒你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那这是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个人的一个实践了 保罗这是很有逻辑的一个犹太人呢 他是一个很有逻辑的犹太人 他说 如果我被定 我怎么样再活下去呢 所以他接着就说了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那这乃是指现在的生命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这不是单单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也是他的信在我们里面活着 当他进入我们里面 他的信也一起进入了 我不是靠自己的信心而活 乃是靠着神的儿子的信而活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 我们是从自己那儿得到释放 是从自我中心得到释放 自我中心是在教会当中 实现神的计划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啊 我们只顾自己不关心别人的需要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自我中心的情况 首先来看一幅神给了我们的图画 在历史当中 人说太阳是围绕着地球的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自我中心就好像是这段历史时期一样 人真的是相信太阳在围绕着地球转的 自我中心的人呢 认为耶稣基督就好像是太阳一样的围绕着我们 他的存在呢 是要供应我们的需要的 当我们有困难了 我们就祷告 他听了我们的祷告 就满足我们的需要 不过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是本末倒置了 耶稣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存在的 那恰恰相反呢 反过来我们是为主的好处而存在的 而存活的 为他的荣耀 他的工作 他的目的 我们要改正自己的想法了 明白是以主为中心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现在我们来看看自我中心的产品 也就是不接受我已经被订十字架这个事实的产品 首先是傲慢 这是基督徒的一大危机啊 特别是那些带领传道工作的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很自大呀 他们对待耶稣就好像是对待奴仆一样的 看圣灵就好像是一个交印 也就是一个公章 那用了认可教会的决定的 事实上很少教会能让耶稣和圣灵居首位的 引导和决定教会的工作 人的本性是自大的 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那儿形容人性说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人自大的本性就是骄傲和自夸 常说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每一件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人的本性不是以主为中心的 自我中心也可以在自父和个人的野心里头看到的 那弟兄姊妹 传道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常常说 我和我的工作啦 我的教会啦 等等的 我们要自我反省一下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是真的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扩展神的国度和荣耀基督吗 或者这只是个人的野心呢 自我中心也可以在那些自以为自己的教义和行为 是最正确的基督教团体当中看到的 他们常常排斥外面的人说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组织 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或者说自以为义了 如果认为是自己因为守规条而成义 而不接纳有不同规条的组织 要他们遵守你的规条才能成为义的话 那就是自以为义了 自义和人的旧本性 是会使教会分裂的 在格林多前书的第三章那儿 保罗责备教会当中有分裂的情况 好 我们来看看格林多前书三章三到四节 保罗这样说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阿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你看看 格林多教会有纷争 而分成了不同的组别 有的跟从保罗的领导和权柄的 有的跟从阿波罗 有的跟从彼得 有的呢 跟从其他人 因此就起了纷争 这是人的旧本性在作怪呀 保罗在第一章第十节 叫他们合一 保罗说 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嗯 看到了 纷争和分裂 是人的自我中心 这个本性在作怪呀 因为圣灵只带来和谐和合一的 基督徒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民族主义 在1930年呢 在那个年代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他们自以为是最优秀的民族 那即使是当时这个国家当中 有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吧 但是 他们仍然是以德国人的身份 作为首要的 觉得是很光荣的 以基督徒的身份放在其次 次要地位的 因此在那个时候啊 他们就推动很多侵略性的策略了 而造成了悲剧 那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呢 这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看民族主义 比基督徒的身份更为重要的话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弟兄姊妹 神对傲慢和自大 有他处理的方法的 假如神帮助你改正的话 你要让他的方法成就 因为圣经真言书的16章18节那说 骄傲在败坏已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你要知道啊 骄傲和狂妄的心都要被消灭的 骄傲和狂妄心都要被消灭的 如果你要升高的话 就要首先降卑 这是无可选择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4章11节那说 以我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你看是不是啊 骄傲和谦卑是互相有关联的 这自高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是宇宙间的一个定律 最好的意思就是 耶稣和撒旦了 撒旦想要与神同等而堕落了 但是耶稣自降为卑 却被提升至神的右边 自我中心 不会引导我们上升的 而是只有下跌 可能你有能力使人看中你 但是这只是片刻之间的 最多不过一两年 至终你不会被记起的 自我中心的解决方法就是死亡 只有你向自己死了 你才能得到新的生命 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自我中心在人来说 仍然是受到旧本性所控制的时候 就会冒出头来的 但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的旧本性就与他同定了 而我们就得到新的属灵的生命 那原则上 原则上旧本性是死了 但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实践这个死亡 要不断的定死这个旧本性 也就是那个老我 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脱离这个旧本性 直到我们肉身的死亡来临呢 这有关的基要的经文 是加勒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 那经文这么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们看过了一些没有被定的自我的表现了 那包括了傲慢 个人的野心 分党派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等等的了 这些都会使教会和很多事工受到破坏损失的 那现在我们要仔细来看看 这些自我中心对教会和神的事工所造成的破坏 因此这对教会领袖是有切身的关系的 也特别是跟那些做神事工的人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看见过很多很有潜质的事工 而神对于这些事工又有特别的看顾 但是当领导人坚持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野心和自己对这个事工的权利 那么这样了整个事工就变成坏的了 他仍然会结果的 但却是坏的果子 就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十七到十八节那说的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你看看这就是教会当中最大的悲剧 教会的问题不是事工不能继续 而是事工变成败坏的了 那些事工运动或者组织 曾经被告立被祝福 而且结果子 但是却失去了神的祝福 而仍然继续的存在 这是很大的悲剧啊 我认为如果一些人呢 愿意结束一些事工而说 我们做完了神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已经到了终结了 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继续这个事工而做下去 那如果能这么说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属灵的记号 只做神要我们做的 在很多教会当中啊 所提倡的什么运动啊 主要是要教会组织继续的发展 他们这样做了很可能 想使社会上啊 更多的人注意他们 但是要知道 这不是好现象 使自己永垂不朽 差不多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规条 除非是借着十字架 要不然的话 我们脱不了这个规条 在很多事工或者教会小组当中的治理能力 是人为的 威亚的 或者是霸权的 这都不是好数啊 乃是结坏果子的坏数 我们要常常的问问自己了 我们的事工 结出来的果子 是怎么样的果子呢 我们这棵树 是不是已经变坏了的树呢 答案不是我们自己去回答 那是在神的话语的亮光底下去找答案了 十字架是最稳妥的保险呢 任何工作或者事工 如果不服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都会变成败坏的 很多人坚持自己合法的治理权呢 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自己想要的 并没有服在神的权能之下 他的方法是自我的坚持 用人的手段来得到的 这就是自我中心了 如果你在发展事工的时候 听到说我要用我的方法 我要按我的计划而行 要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我要得荣耀 我要抓住我的权力 我不要被问到 我所进行的工作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问题等等 那你注意了 这些话显示出旧本性在作怪了 而唯一可以保护我们的那就是十字架 弟兄姊妹 想一想 你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 是甘愿受旧本性所控制 或者是让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作用呢 保护我们呢 好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考虑的 特别是在教会里头做带领的领袖们 更要注意我们在施工上 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是荣耀神还是荣耀人呢 这是值得今天许多教会里的人 要好好反省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